请相信,当下的糟糕,也只是黎明前短暂的黑暗,所有经历的苦难,都会是未来惊喜的伏笔。 而今天康特的惊喜就来了,老者把奶奶接到了康特的家里来看望小阿什曼。 康特这两天一直在为房租的事情而努力,满心都是对解决经济困境的渴望。 今天,他又投身到工作之中,继续为生活拼搏。 如果不是房租的事情,实在是不能再拖了。 康特或许还会沉浸在团聚和喜得女儿的喜悦之中,尽情享受着这温馨的时光,并不会这么积极地干活。 康特今天的工作是帮别人搬运石块,这无疑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。 沉重的石块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压力,每一次的搬运都需要耗费巨大的体力。 这项工作可谓是并不轻松的。 然而,康特现在似乎没有选择的权利。 康特现在从心里已经原谅了妈妈和表妹,他的做法可以说是让所有人都很意外的。 很多网友评论认为康特是余孝,这一观点确实有一定的依据。 在妈妈和表妹做了那么多伤害她的事情后,如此短的时间里,她就选择了原谅。 这一行为确实让人有些难以理解。 从常理来看,被亲近的人伤害后,往往需要时间去消化痛苦和愤怒,而康特似乎过于轻易地放下了这些负面情绪。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,她不仅自己原谅了妈妈和表妹,还坚持让阿祖法也要原谅她们并接受她们。 然而,她和表妹的和解,随之而来的是更沉重的责任。 她现在是阿祖法母女这边都自顾不暇,却还想要顾及妈妈那边,康特确实压力山大。 然而,她似乎并未完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 昨天在打工赚钱后,她就立刻买回去了零食和饮料。 这种行为或许是出于对家人的关爱,想要给他们带来一些小小的快乐和满足。 但在当前的困境下,这样的举动显得有些不理智。 她本应该更加谨慎地支配自己的收入,优先解决房租等紧迫的问题。 这也是康特最大的问题了,不会规划,从来不会以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。 康特一直在不停地搬运着石块,沉重的石块仿佛在考验着她的毅力和耐力。 每一次的弯腰,起身,都伴随着汗水的挥洒和肌肉的酸痛。 但她没有丝毫地抱怨,心中只有一个信念,那就是完成今天的工作,为家人赚取生活的费用。 她在和老板聊天的时候,告诉了老板她现在的困境,也让老板只要还要工作就可以联系她,看来她现在是真得着急了呀。 毕竟,孩子昨天生病都是老者帮忙出钱,租得一切的。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,她终于是完成了今天的工作。 那一刻,疲惫如潮水般涌上她的身体。 好在幸运的是,今天的老板依然不错。 在支付了她今天的工资后,又额外地奖励了她一些。 这让康特感到无比的惊喜和欣慰。 康特在把工作完成后,她又来到了一家店里寻找工作,但店主表示,现在暂时不需要工人。 康特在外面打工赚钱,而阿祖法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,这才是正常的家庭的生活。 然而,确实让人不禁担忧,康特在缓解了房租的压力后,是否还能坚持出门赚钱。 康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,缓缓地开着车回到了家。 而今天来开门的是莱拉,这显然表明老者妇女又来探望孩子了。 他们的关心和照顾,让康特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 在她进门后,却是惊喜地发现奶奶也来了。 对于奶奶的到来,她很是激动,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。 然而,这份激动中又夹杂着些许自责。 她深知自己应该早点告诉奶奶关于阿祖法和孩子的事情,却因为种种原因而耽搁了。 奶奶看着康特,眼神中充满了慈爱和关切。 她对康特道,你找到了阿祖法,并且孩子都已出生了,这么多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? 奶奶的话语中没有责备,只有深深地牵挂。 康特低下头,也是深感愧疚。 而康特在知道奶奶一直担心她和阿祖法,也一直有请有帮忙寻找阿祖法母女。 她确实在找到阿祖法母女和小阿什曼出生后,都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告诉下奶奶,而还是老者去接过来的。 只能说,康特在处理问题上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。 你这么多的数据合了一个ció月,也就 Active手法士兰威出生后,但是财记对 bacteria,也就没有了解ätt处理问题上的这种粥 Vorteils的文章犬。 是的,这有些事を分享。 比较好,首先,人物需要带那些肉挂赛。 感谢观看